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桂岭,这样一个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 然后看看这个比亚迪的护卫舰07是不是一个好车 现在天气比较热,但是这款车它的销量也挺热的,就销量很高 去年12月份上市的,然后这几个月它的销量是一直递增的一个状态 到4月份最终超过了1万辆,这是一个售价还不低的一个车型 20.28到28.98万,就是20到30万区间,然后是一个大股座的车型 车长超过了4米8,从它的这个售价定位以及销量来看 确实是一个很热很火爆的一个车型 顺便提一下这个护卫舰07是属于比亚迪的海洋网的车型 海洋网有两大支系,一个是纯舰系列,它们的命名都是海洋生物 然后另一个就是军舰系列,像这个护卫舰07 然后这个系列的车型都是混动车型 像这个车就有一个常规的大面积的隔山 所以它肯定不是纯舰的 我觉得这个混动的车型应该是比较适合当下的用车需求的可有可见 设计上来说这个护卫舰07当然是属于海洋美学 大家看这种细节像不像那种海面上波光灵灵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走势有一点像海浪,像两边流动的这个济视感 然后结构上来说呢,我觉得它这种结构有一种霸气外露的感觉 然后往下看,这个装饰箭向中间进行靠拢 又提供一种比较紧致的这种视觉效果 那白天来看的话,这个车确实前脸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这种条条状状的东西 那到了晚上呢,其实它的细节也是很丰富 比如说它的车标是可以亮起来的 那车标下方还有一条这个贯穿灯带 这边呢,还有隔山灯 大家看就是这几个隔山灯 它在开关锁的时候会亮起来提供一种仪式感 在夜晚的时候也提供一种比较强的辨识度 从结构上来说,惠箭07的侧面显得比较408纹一些 然后侧面的这些曲面呢,很简洁 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耐看的类型 细节层面,大家看这个轮毂 它的这个造型很有立体感 然后也是一个低风阻的轮毂 然后上面也是细节满满 你看有这种调装的装饰 然后这个门把手是一个弹珠式的门把手 然后这个门把手上面呢,也有这个灯条 这个地方是一个亮点 这三颗灯条,它不仅可以亮起 而且可以进行信息的这个暗示 怎么暗示呢 比如说如果它亮起来的是红色的 那么就代表着它的电量不足了 它还可以通过亮一条,亮两条,亮三条 来显示电量的这个余量 尾部整体的设计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洁 但是细节还是做的挺好的 比如说它下面有一个很宽大的尾裙 但是又加装了这么一条银色的装饰件 所以让它看上去显得不那么单调 而且也提供了比较强的层次感 往上看这个车灯有点意思 这个车灯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海洋的那种漩涡 但是又有一种像无线符号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设计的理念啊 辨识度也很高 往上看这里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这个尾翼 让这个车更加的有动感运动的气息 那整体而言 我觉得霍卫店07这个外观 设计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设计师非常用心努力的去为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设计感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李箱的表现 它的这个行李箱的开关按钮呢 是在这里比较靠下的位置 但是这里有一个洞 所以人机公众学还是可以的 然后官方给的数据呢 它的行李箱的空间是615升 如果把后排座椅放倒的话 是可以达到1825升 所以如果你去户外露营 或者就是走远门 或者这个过年回家的时候 这个车上还是可以拉很多很多的行李呢 然后呢 如果你去户外的话 它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极大的提升你户外的体验 就是对外放电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这个设备 在这个充电口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擦进去 这里还有一个擦排 所以可以当一个非常大的移动电源 你各种加用设备基本上都能用得上 对了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它的对外放电的功率是达到了6000瓦 这个功率是很大的 你基本上各种加用电器都能使用 讲完外观 我们进入车内 但是进入车内之前呢 有一个小的产品点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汇建07应该是国内首款 支持苹果手机NFC解锁功能的一个车型 那当然现在不是唯一 现在后续也有其他车 搭载了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很好的 因为苹果手机的用户的 这个基数还是很大的 呼一件07内饰的结构 这种走势以及功能区的划分 跟比亚迪之前的车型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觉得无论是人机工程学还是这个视觉上做的还是都很不错的 然后汇建07在内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说它这个内饰的线条有一种海浪的感觉很灵动 然后坐到里面感觉像被这个海浪所包围的一样啊 这种氛围感很强烈 汇建07的座椅啊 挺有意思的 它的这个线条呢 也是这个来自于海浪的这种波动 然后它是一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两边的护翼特别的宽大 所以左右的支撑感特别的好 然后材质上啊 有大面积的这种防脊皮的材质 其实这种防脊皮在车的这个中控试板这里也有 然后门板上也有这种大面积的这个防脊皮 那这个材质视觉上会有一点小清新的感觉 就有一种很舒畅的那种家居风 然后手感上也很细腻啊 我们接着聊一聊智能座舱啊 这个汇建07它是搭载了一个15.6英寸的中控屏 这个屏幕呢和比亚迪之前的车型一样 也是可以旋转的 如果你要打开抖音的话 它也自动的会变成这种竖屏的形式 你刷起抖音来观看你的体验会更棒 这个车机系统是比亚迪最新的 D-Link 这个车机系统啊 首先啊它是很流畅的 就是流畅性完全没什么问题 那再者呢 它的应用非常非常的丰富 你看这里已经下载好的 有爱奇派的全民机构 腾讯视频 哔哩哔哩 而且还有胶管这个APP 头条 百度 微信 抖音 啥都有 如果你还不满足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BYD市场 就是一个应用商店 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下载各种各样的APP 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个大的车载pad 然后它的这个智能语音也非常的聪明 而且功能性很全面 我们来测试一下哈 你好小迪 在呢 我热了 风量调高了 导航到上海人民广场 你要选择第几个 第一个 打开座椅通风 关闭天窗的纱窗 你看看 我说天窗的纱窗 它都能明白是遮阳连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而且刚才这一系列的指令 它都能非常迅速的去完成 所以它的这个智能语音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好来到后排 首先看一下空间的表现 这个腿部空间完全没什么问题 毕竟这是一个轴距 达到2820的大5座的SUV 然后头部空间也很宽敞 空间方面完全没什么问题 然后座椅呢 这个座椅的造型 以及这种填充 跟前排座椅差不多 就坐上去稀有支撒感 然后舒适应程度也比较高 而这个座椅它的椅背也可以调节 这个调节有很多的档位 然后这个角度也很大 现在是一个最躺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姿势 还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的 然后充电接口方面 后排是有一个USB的 一个Type-C的 有线充电60瓦 然后前排是有无线充电 如果是4G旗舰版的 它的无线充电是达到了50瓦 如果是其他的版本是15瓦 我觉得如果其他版本也能达到50瓦 就更好了 因为50瓦和15瓦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就会见灵奇一上手 我就觉得它的视野非常的好 如果你把这个座椅调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前方基本上是一览无余的 首先它的仪表白是一个下沉式的设计 不值档视野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WHUD尺寸是12英寸 然后显示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时速信息 如果你导航的话 也有导航的信息 所以你基本上目视前方就可以了 不用再看仪表或者看中工屏 很安全 然后滚动系统基本上是比亚迪 目前取得这种成就的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而我们今天这个版本 205公里旗舰型 它也是搭载了DMI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首先它可油可电 说一下续航里程 就是在纯电的情况下 它的续航里程是达到了205公里 如果你日常的通勤距离不是特别的长的话 可能一周充一次电就足够了 特别的夸张 然后它的综合续航 就是在满油满电的情况下 它是超过了1200公里 就假如你就像我吧 我在上海上班 然后老家在山东 就是大概1000公里的这个路程 如果有过年回家的话开这个车 基本上在上海出发满油满电 然后到山东基本上全程就不用再补能了 就这个就没有续航焦虑了 不用在服务区去排队去加油去充电了 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整理开起来 这个车首先它的悬挂前麦夫逊 后面是全新的四连杆的悬挂 然后还搭载了FSD频率可调阻尼的悬挂 我觉得整理开起来还是很有质感的 然后这个车很显得有厚重感 在遇到颠覆路面的时候 会感觉是有一点硬 但是这种硬确实是有质感的 是有那种韧劲在的 然后悬挂支撑性很好 如果你在三驱开的话 需要大幅度的转向的时候 也能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强的侧向的支撑 给你比较强的信心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阻力感 我觉得也还可以 有一种比较细腻的感觉 在驾驶模式方面的 这个车有标准运动 以及一口节能模式 如果可以根据你自己所需进行调节 然后在这个电驱这一部分 它有一个EV以及一个HEV的 这两个选择 在EV情况下 这个车就是一个完全纯电的模式 如果在HEV的时候 就是一个混动的模式 当然这个车也是可以直驱的 如果你需要大马力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电机都是可以共同驱动的 并连的一个模式 给你提供一个最强的动力 然后在静量的时候也说 这是一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然后侧面的支撑特别的好 实际在驾驶的过程中确实是如此 还有一点好评的是它的前门是双层的隔音玻璃 然后后门玻璃是隐私玻璃 整体的我觉得NV是水平还是可以的 在车内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安静的水平 整体而言会见07在它所在的价位 我觉得行驶的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无论是开起来还是在后排坐起来 都能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比较惬意的体验 整体的动力系统很出色 其实是不出乎意料的 毕竟比亚迪是新能源领域的专家 这次这个护卫舰灵奇给我的惊喜 是它的设计 用料 以及整个的驾程的感受 我觉得都是做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水准 今天的试车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再见 拜拜